我們看到行政不中立 拿國人的納稅錢洗國人的腦 行政不中立 拿行政院的國家預算 來刊登 為別國漏品廣告做刊登 我們要問 刊登這一支廣告的 這一篇廣告的行政院三個問題 我們要代表三個族群來問 第一 本國的台灣牛台灣豬在哪裡 行政院什麼時候管道牛肉豬肉安全與否 自降規格 而要用公堂刊廣告 不是幫台灣牛 不是幫台灣豬講話 而是幫外國牛外國豬講話 行政院院長 致台灣牛農豬農權益於不顧 第二 我們要幫全台灣2300萬人 有納稅的納稅人來問行政院 憑什麼 我們中華民國的預算 我們中華民國國民的納稅錢 要幫其他國家的肉品 牛肉豬肉來打廣告 其他國家的肉品 沒有他們自己國家 他們自己的廠商 他們自己的協會打廣告嗎 要我們的行政院拿國家預算 幫他們打廣告嗎 第三 基層公務員 我們要幫他報區 這樣的預算 預算科目在哪裡 行政院年度預算 哪一筆是幫別國肉品 打廣告宣傳 找出來 如果沒有 基層的公務員 怎麼和銷這一筆預算 主計單位怎麼和銷這一筆預算 不要為了你 執政黨 要推公投 要操作政黨對立 到最後 害得基層公務人員 吃上官司 沒法和銷 難道基層公務員 要自己掏腰包來補這一則預算嗎 所以 我們呼籲行政院 停止行政部中立 公投是人民的直接名義 你有任何訴求 請站在街頭 跟人民講話 跟人民溝通 不要再濫用國家預算 打打廣告 行政部中立 最為可恥 南海 若即使 我們 過程 不可能 我們 看到 轉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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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